各位朋友大家好,歡迎大家收看Software Server的節目 今集有點怪怪的,第一次跟大家說說和旅遊有關 其實如果看我節目的朋友,有些朋友可能知道我比較喜歡旅遊 在過去來說,我們也說了一些Photoshop、攝影和電腦軟件 所以當初我改了我的名字叫Software Server 本來都是說一些Software 後來因為朋友知道我喜歡拍照,也和大家分享我的攝影 為何突然有多了旅遊的部分 因為早前一段時間,灣仔會展又舉辦了一個國際旅遊展 我也代表了一個大會,做了一個旅遊講座 是說緬甸的,緬甸也是剛剛我去完回來的 既然我做了PowerPoint 有些朋友跟我說,不如我把這些資料 我所見所聞,在網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看我節目的朋友也喜歡這個環節 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旅遊的部分 也希望你可以喜歡我旅遊之外其他部分 這次我第一次用旅遊的形式 在未來,因為暑假我都會出遊 在那段時間我會嘗試做一個詳細一點 有些影片介紹一下當地的風光 這次我何要去那海裡玩 因為這次我先沒有準備 所以我主要會用 saucer才算 沿規正傳 這次的主題是優游酒緬甸 由我 Plutzt分為兩部分 For Part Ibeeld我説 completamente knowledge 下一集我會介紹一些旅遊風光 分享一下我拍攝的相片 其實也習慣了在過去的節目 因為是一些教學頻道來說 有時的語氣比較嚴肅 希望今集我們講旅遊 可以將語氣變成輕鬆一點 那我們就開始這一集《幽遊走緬甸》的攻略篇 首先 我看看緬甸的位置 我們現在香港在這裡 緬甸的位置其實是在泰國上面 一般是在泰北的部分 接任緬甸 緬甸也接任我們中國的雲南和遼國 至於緬甸需要不需要簽證 不論你拿BNO或特區護照也好 也要簽證 簽證我們一般預備相片 我們有效的護照 基本上跟其他國家差不多 費用也不算很貴 在今天來說都是170港元 大家要留意的就是他辦理時間和取證時間 辦理時間會在上午 而取證時間會在下午 也不需要親身去做 只要派一個代表去交表格 去拿就可以了 至於時差方面 緬甸比香港比較特別 它是慢一個半小時 大家要留意一下 至於氣候在什麼時間適宜去緬甸呢 其實比較像我們香港的冬天 我們每年12月至2月之間是最理想的 那段時間不會太熱 氣溫最熱 但有30度以下 留意緬甸其實全年也是熱的 所以現在我們冬季去比較理想一點 陽光也很充足 那段時間屬於緬甸的旱季 至於3月至5月這個時間 又開始有雨水 也溫度比較熱 但仍然屬於旱季時間 所以雨水不會太多 也是一個我們次選時間 我去的時間是4月 復活節時間 那段時間雖然不下雨 但天氣相對來說又不是太好 天氣通常有些白蒙一片 因為我不好運 這個季節也是這樣 在雨季6月至9月 這段時間是最不理想的 尤其是緬甸 因為我們很多地方都要赤脚走路 在雨季相對來說比較髒 盡量減少在6至9月去 在冬季會比較理想 看回我這次的行程 主要我去了最出名的地方 就是這個三城一湖 包括我們 仰光 仰光是緬甸的第一大城 而蒲金是緬甸的主要佛教古蹟 曼特勒是一個都市 比起仰光沒有那麼先進 比較舊一點 也有很多古蹟 有很多緬甸特色看到的 另外一個是一個度假的地方 可以說來說是湖江山色 我看看我們的航班 乘什麼飛機去到 香港的直航機有港龍或緬甸航空 港龍的時間一般都是在晚上10點起飛 去到當地就剛剛好 等了凌晨時分 至於緬甸航空就是在下午3點鐘的時間起飛 除了從香港飛過去 我們當地可能有需要內陸航機 緬甸雖然是一個比較落後的國家 但它的內陸航機也挺發達的 因為很多遊客都會坐內陸航機 因為它的陸上交通不是那麼理想的 現在我們在緬甸的內陸航機也挺多 有8個航空公司 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名字 我們可以在網上看看 我們可以透過網上去預約 或者我們去找香港的旅行社 我們可以代理到買到緬甸的內陸航機 但留意一下緬甸的內陸航機 至今為止 主要的都是螺旋掌式的飛機 通常比較小的 兩邊二二座位 好像我們坐巴士那樣的小型飛機 除了我們坐飛機之外 我們在內陸選擇巴士 我們巴士一般有48座位 我們是兩個兩個 好像一般巴士那樣的 二二座位 除了之外有些豪華一些 我們是裝27人的 VIP的豪華大巴 你看到圖順的巴士就是 它一邊是單座位 一邊是雙座位 相對來說比較寬闊 有些座位好像我們飛機的商務客位 還有電視機 挺舒適的 至於這些車我們怎麼買飛 可以參考你們看到這個網址 或者我們在當地去買也可以 經過我自己參考過 雖然我是坐飛機的 我研究過這一方面 我們在當地 如果我們買車飛 比較便宜一點 如果我們透過網上訂購 就比較貴 現在你看到 我圈著紅色部分 就是萬德勒和蒲金 我們從仰剛出發 我們去萬德勒 看到價錢好像很貴 其實只不過是十幾元美金 去蒲金相對比較貴 也是十幾元美金 就可以了 至於去到VIP的車 我們就貴少少了 去蒲金大約是二十元最貴的價錢 也不算很貴 但是留意一下 它的車程 因為本身在緬甸 高速公路 基本上是沒有的 而那些道路比較差 很多時候 如果我們計算路程的長度 我們會很容易計算錯誤 因為那些車限很慢 但是在那些道路裡面 舉個例子 我們由仰剛我們坐車去蒲金 它寫就寫九個小時 但是實際很多朋友 試過我們要坐十多個小時才能去到 有些朋友選擇日車 有些朋友選擇夜車 夜車在車上睡覺 可以省一晚酒店 但是相對來說 車程是長 而且那些道路都比較顛簸 不是一些很理想的高速公路 大家要考慮一下 至於價錢方面 如果我們剛才四程 我們又繞了一圈 我們四程 以我的經驗 我買落落號幾天 大約是二千元港元 但是如果你買巴士車票的話 只是它的四分之一價錢就可以了 大家可以考慮一下 坐巴士還是飛機 巴士訂不麻煩 我們只要去到當地 我們找酒店 我們就安排我們訂飛 或者在裏面很多的旅遊公司 都可以幫到我們 我們是不難的 甚至在仰剛 我們去到市中心 看到很多這些旅遊公司 我們很方便可以訂到我們的巴士 而且巴士比較頻密 所以我們也不擔心訂不到車票 乘同乘之間 我們坐車或坐飛機 在城內 我們可以選擇的士 或者我們可以包車 好似我們在仰剛 和萬特勒是城市 我們可以選擇搭的士 我們包車就可以 通常車費都不太貴 大約是三至四美元一程 舉例 如果我們從仰剛機場 出到市區的話 大約都是十美元 我們一架的士 如果我們四個人坐 我認為每個人都是兩個半美金 相對來說 都是比較便宜的車費 度假地方 類似浦洪金的話 如果我們坐的士 基本上是找不到的 最主要我們用的是包車 包車的價錢 一般都會是四十至五十美元一日 一天的計算 通常是我們上午吃完早餐 直到我們日落之後 因為去到當地 淘金 在日落是一個很主要的活動 所以一般的收費 都會去到日落之後 如果我們想看日出 我們要補少少錢 一般可能補十一美元 也可以 或者我們看完日落 我們又想吃晚飯 叫司機載我們回去酒店 一般都是給多 大概是十一美元就可以了 有些地方除了我們可以包車之外 有馬車或電單車 馬車和電單車 我們最多只有坐兩個人 價錢一般 和你包私家車便宜一半 我們除了回來 其實每個人的錢都差不多 如果你有四個人的話 理想一點我們就包私家車 因為有冷氣 如果坐馬車和電單車 因為沒有冷氣便比較辛苦 至於來到來欣湖 來欣湖是一個湖區 我們不是包車 我們會包船 包船的價錢和我們包車 都差不多 會貴一點點 一般我們一艘船 都是坐四個人 我們坐一整天 都是十多美金就可以了 至於酒店方面 在仰江 比其他城市會貴一點點 在市中心住 大概75美金左右 在蒲金當然有貴也便宜 住一般家庭式的小酒店 有很多度假的感覺 一般大概40美金就可以了 曼特勒 中間價錢60美金 便租到一間不錯的酒店 反而來欣湖 因為是度假區的關係 便貴一點點 所以房租 大概是一百美金 多一點點 接著我們去到當地 要花錢 今天 剛剛我復活字的價錢 就是一美金兌 一千二百美金的基雅特 當地貨幣 但是我們最好就唱當地錢 我的經驗就是當時 如果我搭的士 或者包車 收美金的話 是一對一千的 但如果我使用當地貨幣 一對一千二 我們便宜了很多 最主要是帶美金 其他貨幣不是太受歡迎的 但我們帶美金 我們也要留意 因為美金現在有新版和舊版 而在緬甸 它暫時只是收新版 舊版全部不收 留意一下 這個就是新版美金 右邊這個是舊版美金 所以你們記住 我們一定要帶 是新版美金 而且 新版美金之餘 最好能夠拿到 基本上是接近全新的美金 因為它所謂 舊一點點 它可能不收 甚至是 美金裏面 有少少的 原不肯 或者原子不肯 畫了東西 寫了字 它都完全不收 它是非常嚴格的 所以大家如果在搶美金 拿去用的話 記住 我們將美金 基本上 差不多全新的 而且一定要非常乾淨 如果不是的話 我們帶了美金過去的話 用不到 可能會令我們 五九千使用了 而且在當地 其實信用卡 也不是那麼普遍的 雖然酒店也可以的 但你去到度假區 有些小酒店 可能都不收 雖然卡 大家要很留意 我們搶美金 一定要基本上 接近全新的美金 至於你搶了當地貨幣 是不是那麼新的 不是的 可能是很殘舊的 但沒問題 如果用當地貨幣 多殘舊 它們都會收 然後我們要留意 第二件事 就是我們 剛才我們也說過 很多時候我們要赤腳行路 特別去到我們 淘金的地方 因為有很多佛塔 我們看到圖 我們去佛寺 我們不可以穿襪 不可以穿鞋 女士們 短裙 吊帶 絕對不可以了 基本上短褲也不可以 最理想 我們可以穿短袖衣 長褲 比較理想 鞋方面 其實我建議大家 如果真的去緬甸的話 你不需要帶著什麼靚鞋去 最好 我們去觀光的時候 人質拖 甚至可能你去當地買 也沒所謂 你每天換一對都不重要 因為當地買人質拖 也是很便宜的 也提過大家 有些朋友覺得 都可以的 我赤腳行路 為什麼特意去說這件事 你現在看到這幅牌 是在佛塔 挺遠的 這個距離大約100米 在外面 在外面 已經要脫鞋了 不是去到佛塔 室內 在室外 要脫鞋 就算你夏天 三十幾度高溫 也是要脫鞋 現在你看到這個佛塔 是一個平路來的 有些佛塔 在山上 可能要走十幾分鐘 才上到山上 在山下 我們已經要脫鞋了 基本上 我們在蒲金 很多時候 我們一下車 差不多脫鞋 因為我們包車 車 都去到佛塔 外面的門口 我們一踏進去 裡面的範圍 已經要脫鞋了 所以 剛才我也說過 我們為什麼不希望 在雨季去呢 因為雨季 看到很多地方 都是一些泥地 下完大雨之後 整地都是一些泥白 我們不穿鞋 走 有時候感覺上 都挺痛苦的 所以這方面 大家要留意一下 我們淘金 我們經常是不穿鞋的 嚴格來說 我們不穿鞋的時間 比穿鞋多 然後 看看我們的WiFi 去旅行 我們經常去到 一月上網 香港我們買到的 緬甸的WiFi彈 不多 大家可以找一下 因為我去的時候 跟朋友經常去的 我朋友都買到 一個有緬甸的WiFi彈 但價錢 特租都比較貴 差不多要百多元一日 或者你不用WiFi彈 你可以去當地 放電話卡 是多方便 你的價錢 比較便宜 一個半美金 至三元美金 左右 價錢又這麼便宜 可以買多了兩三張 我們去不時之用 一張我們用完 它的數據 可以用另外一張 另外 要帶的是 我們防曬工具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走股城 都在室外 防曬很重要 另外 照明工具 為什麼呢 以我的經驗 我去了十天的緬甸 基本上 超過大半時間 遇到停電 在酒店裏 就算是高級酒店 都依然會有停電 的情況出現 雖然停電的時間 不是太長 但如果有些小型的電筒 帶起來 就比較方便 至於飲食方面 其實在緬甸 也有很多選擇 我們可以吃到 我們緬甸菜 泰國菜 中菜都有 至於西餐方面 多數是意大利菜為主 我們在遊客區 我們都不難找 很多時候 我們包車 司機都會帶到 我們去一些 不錯的餐廳 價錢方面 也不會很貴 一般我們吃一頓豐富的晚餐 都是十元美金 或者多少少的價錢 就可以了 現在看到圖上 這是緬甸菜 緬甸菜 比較簡單 右邊 這個是主菜 有肉類 或者是蔬菜 左邊看到很多小碟 好像韓國菜 有些冷盤 但這個冷盤 真的留心 真的放在這裏 雖然緬甸 我感覺上 地方都比較乾淨 但始終都比較落後國家 衛生方面 大家要留意一下 如果吃得太多 可能我們腸胃未必接受到 另外一種 我們要試的 就是緬甸很出名 通常早餐為主 叫做魚湯米線 看到有湯 通常是熱的 有些米線 拌下去 加一些薄脆 加一些蛋 加一些檸檬汁 吃下去 挺好吃的 大家記得去緬甸 一定要試一試魚湯米線 好了 今集這個優柔 走緬甸的攻略篇 就到這裏 下集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這些風景照片 我先介紹一下 Raila 好 ições 我們要幹嘛 發揮壯 你 看來吧 我們要來 補充 多 便 �